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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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今天要講到這個,剛講到這個紅媒的部分,我不來不想講哪一家媒體,但是事實上寫得太明顯了,所以今天的林浩明他也火大了,在臉書已經發文了,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,這個裡面你看看,Telegram老司機爆出N號房世界,這個是韓國的,蔡英文也有賬號,這什麼意思啊,就表示說那個韓國的那個東西蔡英文也有那個賬號,那不是這樣嘛,所以大家當然急起來跳腳,我會覺得說如果你寫到大型沒有賬號,我一定跟你拼命啊,莫名其妙,誰會有那個賬號,而且你知道那個男生被抓到以後,他是要被郵街市中,明天就要被郵街市中欸,那我在這裡先告訴大家最新的內容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祭酒會,就要來看看怎麼解讀這個式子,解讀這個是不是我們要跟大家講,20例是可以理解,而且比較特別的是,這20例全部都是境外的,所以我們台灣那台灣東西在不告後,我給你鼓掌,我給你拍拍手,我給你放煙花,我覺得我們台灣投報做得很好,大家都沒有本土的出來哦,都守得非常好哦,但是現在境外的這個部分問題就來了,要怎麼樣來防渡,增加20例,當中有一位是5歲的,到土耳區的這個小女孩,那另外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講說,大家一直在講說封城封城,封城的部分其實台灣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地步,哎,封城的話,你不要說去運動了啦,你那個什麼東西,一些地方全部都關掉,你可能 他沒有到那個地步,但是呢,這個阿中部長說他已經有做好相關的這個上談推理,那我們先跟大家講,我們一起來努力好不好,封城它是有個條件的,這個封城條件就是你的RO到1.7的時候就要封城,大家會講說,哎呀,清姐,什麼叫RO,我給你講,簡單一點來講,一個人傳一個人,這是一個例子對不對,一個人可以傳到兩個人的時候,他的RO就會變成1.7,1.7大概就要封向台北,是這麼大地方,如果RO到2,就是你一個人可以傳三個人的時候,RO到2的時候,我給你給你排北跟新北都要封起來,我們講的是面積大小的這個部分,那我先來告訴大家,監禁有最新的好不好,監禁有最新的就是, 我國新增20例的確診,都是境外移住,那一共是7男的13個女的,年齡是在5歲到60多歲,入境的時間是在3月13號到3月22號,那我跟大家講,就在這裡,他這個205,就是我剛講這個5歲小女孩,他跟媽媽到土耳其,這是一個27個人的員工旅遊,當中因為有一個人有出現症狀,驗出來陰性,但是大家都來驗,驗出來沒想到只有這個女童確診,那大叔阿,又是那個土耳其勃勃勃剛喔,上一次那個土耳其他是15個人的土耳其團,有13個人確診,這就不一樣的,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到,在這裡面,也第一例在這個邊境就攔截到 這個移工,他是40多歲的,一名級的男性外優,他呢,一進來就用3月22號就發燒,就被攔截到了嘛,然後另外我們再來看到,有一個外國人,一個美國人,他其實是19650多歲的男性,他是3月7號,從美國離境前往德國,再到泰國,3月20號發病,那3月21號他在機場的時候呢,他其實是轉機,轉機的時候他的狀況已經很不好,就採電通報,其實我們是不准他,3月21號還有轉機嘛,今天3月24號才是不轉機的,結果呢,他來到這裡,我們台灣真的是最美的風景,就是台灣人啦,你看他的狀況說,你完全不能再飛行了,沒關係,就讓他留在台灣的負壓病房當中,所以 大家要問我說,錢誰出,我跟你講,他到烏熊嗎怎樣,他自己能出啊,他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,那收留你不錯了啦,然後我們再來告訴大家,今天新生的20題當中,主要的其他的部分都是這個旅外就學或工作,機場就攔截了巴黎,其他的呢,是他本來就在隔離,然後在發病的,那你看到這裡,3月18號就破100,3月24號就破200,雷劑215,相差才6天,那現在來的問題,這個問題就是大家很多人在想,我們其實,我們不要去歧視啊,所謂的說,你看看現在都境外進來的,那是台灣哪裡都要登來,啊,不過現在還有一個明暖的問題,我們也被touch到這個明暖的問題,就有人講說 為什麼,為什麼從美國加拿大,回來的人,他們可以這樣穿隔離,他們可以這樣子回來,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回來,為什麼在武漢的人就不能回來,我跟你講,武漢的人是中國大陸,把他copy來,對不對,他已經是封鎖,你沒有辦法回來,你要不然就包機,可是在今天有個說法,他們就說,哎,武漢那邊好像是說,4月8號就要解封,啊,解封當然最好,解封的話呢,是不是你們就可以自己做飛機回來,事實上我今天這個剛剛也查證,我們基本上有個意思是說,你當然可以自己做飛機回來,而且你回來以後不用到那個現在什麼北東南各地的隔離中心,不用哦,你就跟所有的人一樣同樣的待遇,你就自己是回到家裡面去,自主解疫14 你14天,你14天不能出來,那但是,但是,如果解封之後,不見得每隔,如果你有700個人要回來,你可能包機,班機沒那麼多,是你也要包機,哎,我看政府也要說,不排除還是包機啊,但是你包機就按照我們的規定,只是你回來以後,比較安全,回來以後呢,你就,你不要多出勞隊,可能又跑去廈門,又跑去什麼四川成都,又跑去上海,才有飛機可以坐回台灣嘛,那你包機回來以後,你就不用再到什麼隔離中心了,你就可以回到你家裡去隔離,有沒有,我跟大家解釋的是這個意思,那今天我們來看到,這些問題就在於說,我們現在第一個,我們已經禁止所有的外國人入境,對不對,第二個,我們從今天開始, 凌晨零時開始,我們已經不讓所有的這個人士,不我轉機了嘛,你要不然就入境,你入境不是中華民國人,你就不能夠進來,所以就已經很單純了,所以呢,東北西亞相關的這種秀有在呼籲,那年代文報呢,也對於這件事情,包括我個人在內,我都覺得說,如果我們檢疫的那個,可以吃得下來的話,真的可以考慮,機場一日入境的人全部都是給你檢疫,為什麼這樣講,我剛特別去查了一下這個數字,我去用這個帥哥博運幫我查的,他就說,你昨天3月23號來講,入境的人數306人,以今天是預估啦,因為今天我現在播新聞還沒結束,到晚上12點為止,他們預估淘機入 進的人數大概是3898人,頂多是這樣子,所以你看看3000多人,一天大概3000多左右,那如果我們現在檢疫的,我知道我們現在檢疫大概是可以檢疫到2000多,希望以後是3000多到5000多,所以希望政府是不是考慮,在可能的範圍之內,你就防堵於國門,因為他進來,一個人不知道傳幾個人,你一個人就要隔離五六十人,這樣很拼啊,你知道嗎,你現在說,機場又要給他掉起來,你就大就很簡單嘛,就不要再進來,那這個部分,不過我還要強調,現在我們機場也做得很棒,我們要給他鼓鼓掌,很辛苦,他們在機場攔截,每天大概確診者,大概都攔截個八個九個,八個九個攔� 真的很厲害,那我今天還要來跟大家講的就是說,接下來的大破口是什麼,就是我們剛剛講到,從武漢回來的,為什麼講大破口,因為4月8號武漢市如果解封的話,如果700個人一頭拉股一起回來的話,那但是我要講這個會有兩個結果,那兩個結果,第一個,如果武漢解封,就不用專機,那他們在於就跟其他人一樣,那今天阿忠哥也說,他不會特別注意,註記說你是不會回來,你不用擔心被註記,第二個,如果說,現在呢,武漢還沒有解封的話,如果你要回來,那今天蘇貞昌就說,一定還是要包機,一定還是要包機,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,有人就說,啊,怎麼沒有解封,我今天跟大家講一個事情,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,故意熟他老婆 就是經濟部次長王美花嘛,他們又在協調跟我們那個叫做二級上的這個部長,就是沈榕金啊,他們很厲害,他們之前把我們這個口罩機場,這個機器弄得很棒,現在呢,好不容易大家都生產,一天大概是一千兩百多片了,他們現在說,我要開始再來做一個新的線,我要來做N95口罩,那很多人就會說,為什麼要N95口罩呢,哎,我聽講醫療人員要N95口罩啊,那但是還有一個內幕的說法就是,我聽到的內幕消息啦,人家說,哎,阿哥哥說的話,你敢不相信,他現在跟你說他沒問題,他現在是靈力,啊,為什麼要準備好,所以這個就讓我回應到說,我有一些新聞界的朋友也在� 書上面討論說,現在我們一天如果可以生產一千兩百多萬片,為什麼大家還是苦這麼辛苦的,七天只能夠領三片,我要跟大家講說,你不用存錢嗎,你不用save for rainy day嗎,你今天不能夠有多少錢花多少錢啊,你不能變月光族啊,你這個要先存好,你這麼小的美國會不會大爆發,你看現在今天的新聞,我要跟大家講,義大利慘到哭,西班牙慘到哭,英國的佛系破功,今天開始連三個禮拜,什麼都不能夠取,連婚禮都不能夠舉行了,那你想,我們在台灣不是很棒嗎,我們要維持這個開心,我們是不是手上有口罩,大家還是辛苦一點,現在還不算一個大爆發,全球不算大大大的爆發,你要先把它鎖 不然到時候真的每天要有口罩的時候,你看看是不是要注意,那我今天跟大家講這個是什麼呢,聯合環報,暴頭就在講這個說,因為蘇貞昌他拔掉了國營的四個董事長,就有人就說蘇回仙人事戰,那我要跟大家講這個事情,當然大家會就問蘇貞昌是新蘇聯嘛,那針對的人到底是不是新系的,或者是什麼英系的,或者什麼,我今天跟大家講,當我們面對這個病毒的時候,就像是瑪丹娜說的,他說這是一個equalizer,就是說,當然很多人批評他說,你怎麼可以講說,冠狀病毒多好,是一個讓大家平衡的平衡器,但是某種程度來講,例子就說,我們是不分貴界,不分種 不分年齡,不分職業,你有沒有錢,你都可能會得到,那我今天要講這個事情是,已經不是藍綠,大家不知道什麼事都想藍綠,今天我覺得那個陳明文講得很好,陳明文說,這個本來做得好,就留作不好,就把他拔掉嘛,那今天我覺得蘇貞昌講得很好,他說,欸,陶貞啊,陶貞的車子,撞飛機啊,我拉下來也是剛好而已啊,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,對啊,又撞車又撞飛機,你想怎麼樣,那我就看一下到底是誰,在這裡大家就講說,啊,有一共也是像,一共也是波隆忠啦,是不是啦,就是在這裡,你看陶貞的這個前董事長波隆忠啦,還有一些華圖的前董事長 我是覺得蘇貞昌講得也是很硬哦,我就要把你換掉剛好而已,那我剛講到這裡,大家說,其實這次的得必要特別的小心,你看明星也會得,你看前總統,我們講的是波蘭前總統,他本身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,也就是提薩里,提薩里他確診了,至少不只他確診,他的太太也確診了,所以我看到夫妻兩個都確診,好,那今天呢,我們要在今天的新聞當中跟大家說,我們不希望出現封城的狀況,但是如果必要的時候,我們必須要來面對,所以大家現在要守住所謂的1.7,那你說,欸,雅清姐,什麼叫1.7,大家一看到這個圖都說,欸,我崗 然後呢,換中打英,這是怎麼回事呢,那我今天來講說,欸,誰敢說要換阿中啊,那紅媒的標題竟然把韓國的那個什麼恩號房扯到小英啊,這不只是陰謀,這根本是陽謀啊,陽謀是什麼意思,就是我根本不用假裝啊,陰謀是要假裝,陽謀就是我大啦啦的改,共產黨就這樣子啊,你如果過去我看共產黨的這個文件,他說,這就是陽謀,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子,另外我們在告訴大家,彼此都可以聞到有嗅覺,但是如果你不嗅覺的話,你要小心,你可能是不是所謂的病毒的輕狀代言者,輕人的,今天我們本來說兩例,現在又說四例了,那我們再來看到安倍天晚上呢,要跟這個� 大委會的人來通電話,其實大家就已經知道要演後一年了啦,那這就有一個叫做動畫片阿基拉,阿基拉的組隊有真的是成真,還有呢,就是我們看到劉正不勝過世,那都引發了討論說,欸,他怎麼會沒有健保什麼,不要聽太快不是沒有健保,所以有一些東西是沒有健保給付的,這是個健保門,還有就是現在我們台灣的英雄在辭了,這到底是怎麼犯,以及來告訴大家的就是,今天有這麼一個像是演習的一個動作,通軍的F16動作,就是呢,聯想,聯想當中也包含了陸軍的防疫嘛,小英今天到南部來看,另外我們剛剛講說解封解封,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,因為有公開的一個文件曝光, 他就講說,你現在聲援,湖北的相關的人士先不要撤離,很奇怪,你明明要解封,你為什麼又說這些人士不要撤離呢,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,今天的新聞重點呢,其實我們就要來觀察了幾個項目,包括了我們如果一旦走到不得已的封神內部的話,我們會怎麼做,那一方面呢,我們要看到,我今天跟你講說,其實我們都支持每個人有永忍自由,但是呢,雅晴妹非常不能容忍就是,你吃台灣的米,在台灣,然後你幫中共說話,你是哪顆通啊,我真的很想罵這個,這種人騷,完全沒有合調,你懂我意思嗎,然後有什麼事情,還要用台灣的健保,還要幹嘛,我今天就是肋骨須,我直接講這個 這個部分,也許有人說話,你怎麼敢這樣講,我要講的是,如果我們再不講的話,誰能講呢,可能是,陳時中跟小英都不好意思自己講吧,我們看到這個,我們來講 好,我們就來告訴大家,這個就是什麼,換中打鷹,現在呢,陳時中當然要鞏固住,包括了張上誠教授,我們再次呼叫,呼叫上誠大哥,呼叫上誠大哥,趕快回到團隊來,另外呢,要打鷹,現在小英是不能夠撼動的,因為我要講什麼,我管你,我們當初,你把他撼動了,我們台灣不是就是亂了嗎,那我今天要講一件事情,就是特定團體,你們到底有完沒完啊,為什麼這樣講呢,就是我們講到,把這個韓國的N號房,扯到小英的這個標籍,連民進黨的護備室長林賀明,昨天都看不下去,發了一篇點書,我們要看看他說些什麼,那我今天來告訴大家的, 今天這個內容啊,當然,這是一個防疫戰,防疫戰,台灣現在還是打得不錯,打得不錯,特別小心,現在境外的部分,我們要怎麼防渡,另外在流征的部分,今天有後續的發展,還要告訴大家,這是誰,這是一個西班牙的人,他哭,因為他的老公也是跟他一樣,六十幾歲,現在西班牙就是跟當時義大利一樣,跟當時武漢還沒有這樣做,我們沒有聽到這消息,他們就說把老的人搬出去,反正已經老了嘛,我們就只有那種年輕的,比較有生產力的,或者他比較能夠抵抗力的,可是,請喝一看嘛,你看,患中打陰仙三風暴,第一個,今天二十里,封城說,他在擠什麼,第二個,陳學勝汗 患中,紅梅蝦扯英,這兩個時間點是不是太小,還有第三個,就是兒童是危險族,那我們先看到在今天,二十里或兩百,在封城,其實他在昨天的記者會講的說離這個太遠,然後今天呢,他是講到這個部分,然後先看他講封城的部分,他說,大家都很擔心,都很注意的話,他說,不管是封城,還是任何的部分,他會依據疫情做判定,已經延拟了整個備好的可能性,然後呢,蘇貞昌就說,台灣不到這個程度,國人的意識很高,不會變害群之馬,那我們再來看到今天記者會,其實我剛剛就已經跟大家講兩個重點嘛,第一個就是,五歲的小女孩跟媽媽去土耳其嘛,另外一個第19 19720,他們是一隊夫,這個也是國外的感染,他們是一隊夫妻,他們3月8號到18號到美國去探親,然後19號就發病,在今天確診,所以呢,其實在國外當中,除了你是狗鼻子的人,酥皮,有血啊,很多都是這樣子,夫妻兩個或一家人的這個感染,群聚的感染,要特別的小心,那我今天就講到這一點,其實封城說,封城說的這個部分,如果有必要的話,可以去做,但是,為什麼還沒有到那個地步,大家就在爹家公安在化修,為什麼,你們兩個要特別提出來,大家要謹慎,大家要謹慎的原因是為什麼,因為這個事情,一開始的時候,它是有步驟的,網路上傳出來消息的,一開始 是說,叫你要不要趕快去買那個什麼蜜啊,買什麼衛生紙啊,然後叫你領錢啊,到後來就在講封城,你不相信,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部分,這個部分呢,其實是在最早最早討論的時候,2月5號,2月5號,我相信這篇文章,這是沒有惡意的,因為他在這裡說,那時候剛好中國大陸,他就陸續封了55個城嘛,然後2月5號下面就問話說,大陸一杯城市封城,如果台灣要封城,哪個城市能夠活最久,是天能國嗎,還是幸福城市高雄呢,就大家的回答就是,near,都不是,是花蓮,花蓮空氣最好,那這個呢,是一個善意的問光,但是到 那後來你看看這個時間點,3月17號就是有存物資,領存款,3月19號就是說,啊,雙北要封城傳言出來,然後3月23號就是說,謠傳說要強制休假14天,你要知道這些東西,半開聽到封城會害怕,我們不希望這變成一個大家謠傳,撼動我們信心的這個部分呢,所以很多人就講說,為什麼在封城,我們今天不需要封城,你知道你封了,你根本就不能出去,到底要幹嘛,這現在守住最重要,守住最重要,那我們再來看到陳學勝的這個部分就很奇特了,因為他說要換陳時中,結果他的臉書就被這個出征嘛,很多人都說你在搞什麼嘛,那我先看一下,他是在3月20號正論節目,他提出來說要換一下陳時中 那他這個說法原文是什麼,主要他的意思就是說,現在我都不知道我身邊誰有沒有得啊,我很緊張啊,所以他就接下來講說,現在政府到底這個指揮官是不是還要讓陳時中繼續待下去,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去思考,那主持人就說,啊,這個指揮官有關係嗎,他說,因為事情越來越複雜,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大,他不再只是防疫,他還涉及到鎖國,還牽涉到未來的經濟行動,還有包括個人行動的一些管制,那我今天就要講說,你的邏輯是有點問題啊,你的層面大跟換下阿中有什麼關係,今天如果陳時中他站在這個檯面上,大家喜歡,大家安心,蘇貞昌可以最後下決定,由陳時中 來講,沒有關係啊,不一定要蘇貞昌出來,我坦白講,我非常,我非常欣賞蘇貞昌的,但是我覺得,你蘇貞昌如果坐在台面上,我感覺他不一樣啊,因為我們台灣對醫師不一樣,就是說,你看到那個陳時中,你看到張上淳,你知道張上淳的意思多麼厲害,那個陳時中問他什麼,還不問魁明,魁明我還聽得懂,他講了一個叫什麼綠魁,我最想綠魁是什麼,要問魁明,但是人家張教授回答是用英文的,因為他一直還說,欸,其實還不知道,他就是很專業嘛,那我今天要回到這裡要跟大家講,就是說,這個部分沒有必要去換價嘛,那陳時中他也是持續的講,因為他 那陳時中一個人站在那裡,這個什麼,一馬當仙啊,就在那邊扣起來,那蘇貞昌也不會被罵,小英也不會被罵,哦,那民進黨執政就變得很輕鬆,但是我要講的是,陳時中他人民的檔牌安全照就OK啊,我管他是不是小英的檔牌,他只要是台灣人民的檔牌都OK啊,然後呢,還有人就講,陳學生出來打阿中是不是太小卡,那我要講相對的是什麼,高雄三明,有一個票場面的老闆娘,他在今天就說,我要感謝醫護人員跟陳時中他們真的很辛苦,我們要團結,一掛出來想說,陳時中加油,醫護人員加油,你看,然後一般老百姓都會做這個事情,我告訴你 你不要在那裡打擊,大家會看你越來越討厭,真的不要這樣,就是認識就好,就是認識就好,那我今天來告訴大家,那麼另外一個就是扯到了小英這邊,為什麼林荷明火大,因為韓國有一個N號房的案子嘛,忠實的標題,就是剛剛講說,這裡面這個藍藍放大在這裡,他就講,他這裡面講的,他這個好幾個媒體都是這樣子嘛,是這樣子嘛,反正在這裡就是在這當中就是電子報,他就是Telegram老司機爆出N號房事件,蔡英文也有帳號,你這樣子就會讓家以為說,你是說小英跟這個有什麼關聯嗎,其實他就是這兩件事,那件事只是說蔡英文有Telegram的帳號,就像我說,你有Line的 我有Line的帳號,但是我的Line跟Line是不一樣的,那你看到這事情出來以後,林荷明,他昨天就在FBP,他說,韓國的N號房事件當然是害人的事件,但是你用Telegram的用戶就應該被影射嘛,而且蔡英文總統的帳號是公開設立的官方帳號,跟韓國發生的私下設立的群組,不僅使用方式不同,連管理的方式都不一樣,我本來不想講哪一個媒體,但是他講的,我就據時報道啦,拍謝啦,這個都是新文界的啦,他說,中時電子報這種標題殺的方式,除了惡意我想不出任何的理由,討退一萬不言,他講的,汪汪中時 然後網友就說,欸,這個標題的人真是下流欸,然後不虧是老司機看苗頭不對就跳車,老司機是什麼領域啊,我要問一下我們導播,老司機應該是什麼領域是不是,等一下他在告訴我,男生在告訴我,蛤,他們都不知道,假不知道,老司機還在問,是,我這樣不能亂講,我講每句話都負責,我再研究一下,熟門熟路的意思,熟門熟路的意思,那是對什麼東西熟門熟路,好,不講了,那我們,蛤,是屬老馬的意思,大家可以,如果以後沒有網路直播,大家可以回應,很多人回應,那我來看到,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,中共現在急了,為什麼,中共他們的戰機又出現在,讓日本都 這樣子戰機犯罪,為什麼,你讓我告訴大家,是不是他打中臉充胖子,他為了要復工,他說,他的疫情是穩定,但是是不是疫情又來了,為什麼這樣講,我先跟大家講這個公文在這裡,這個公文,網路上有流傳出一份公文,說3月20號,湖北的官方要求你支援湖北的這些醫護人員,醫療團隊,暫時不要撤離,欸,你不是說好了,你不是要解封了,你幹嘛不讓人家撤離呢,然後又有武漢的市民披露說,當局又開始啟動一些類似方艙醫院的場所,所以你表示你就有準備了嘛,但是今天有消息說,武漢在4月8號就要解除工程,你不覺得消 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嘛,互相矛盾真相是什麼呢,那我們就要先看到,那我們再來看到,中國方面可能有點就是說疫情的部分之外,他又開始派出他的動機,昨天晚上9點多,這是日本的防衛省,日本軍方公布說,中共有一個歪八預警機,他是專門在負責搜集電站資訊的,他出現在東海上空,距離台灣250公里,距離日本比較近,所以日本就半飛,但是在昨天晚上大概是9點露出的消息,大概是8-9點左右,那在今天早上,我們的5點半,台灣就有一個聯想操演,聯想操演的這個畫面就是花蓮基地發架,這個F-16的戰機急速升空,這是一個演練,有人就說 其實這個所謂的三月份有點像是小漢光的味道,本來就是有一些練習,當然這個時候也是很特別,蔡英文總統今天呢,就到了陸軍的台南關田營區,來釋倒陸軍的防疫的整備,那蔡英文總統說呢,大家除了謹慎面對疫情之外,也要守護國家安全,那中共軍機還是不斷擾台,對台灣的區域安全威脅並沒有降低,那我們今天再來看到,東澳會喊他,因為日本的澳會主委就說,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保所有的這個選手的安全,應該會延後,那今天晚上呢,魏晉三就要來跟這個會長來通電話,那甚至連日本的東京可能會封世,為什麼,因為大家就看� 他就說如果擴大的話,他要考慮封城,那我們看到西班牙,老人能死,西班牙夫人說怎麼辦,拜託給我們呼吸器怎麼辦,西班牙一天增加4517例,死亡增加462人,總計3萬多例,2182人死亡,坦德薩說,過去我們都是幾十天才有10萬人,現在是4天就增加10萬人,他說呢,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,義大利也是很慘,義大利今天增加4789例,601人死亡,法國也出現了5個醫護醫師死亡的部分,那今天增加3000多例,所以你看到歐洲,法國,義大利,西班牙是非常慘,所以我們在這裡要跟大家說,千萬不要自私,什麼 我要回去看爸爸,後來又說他勾的是說他要參加國內的旅遊,搞了半天他去哪裡,他就是跑去杜拜嘛,結果還好他是二減陰性,要不然他扯50個人,真的是不應該,那台中我們看到就說黃信元寄,有個缺少子說,誒我們這裡有人跑出來,誒黃信元寄竟然說,你不要這樣講,裏面找我要給你罰100萬,誒這元寄不能講,你這是要吃案嗎,現在需要加強訓練,還有陳超銘他竟然質疑說,為什麼我口罩要跟美國互相,為什麼不跟中國互相,這個還需要講嗎,有一個國家電腦拿著飛彈對著你,然後電腦不讓你參加國際組織,一天然 讓你的外交來幹交,你還要跟他互相,你是哈嘍嗎,我們一臉傳的報道,我們就要宣布有新生二十例的境外遺度的案例,沒有本土的案例,有一位是五歲的小女孩,跟媽媽到一個旅行的員工的旅遊,找土耳其,到底這個指揮官是不是還要讓陳超銘帶下去,我覺得這事情要去思考了,因為事情越來越複雜,你設計的層面越來越大,他不再只是防禮,他還涉及到鎖國,道行主強化明博士在社群網站上用不當手段取得女性特資,在假扮警察連絡受害女子要求對方配合調查,其迫上傳照片和裸 在場外交的警察對方也不ooh的事,馬上值,沒問題應徵用棺口診教都 väl結到一個 siendo尊重問題あり anut他們了身itti保護者培控制女生的命unku觀音作詞大世界的人ssted Navy сами商場相關的 trucks�� 比如說自民傳到底會怎樣獲取的任何禁止亂,就對了,我們在厝睡眠,都是未來區於計 Ven,那就是可以看到弟弟兄 整個主要都可以完成和提醒說明,這樣會沒做到正義進去做 brother兄弟 好啦,跟外國無效,跟中國無效,跟美國無效,跟美國無效 你怎麼這麼辛苦?醫護人員也很辛苦 你現在的時候就要說比較團結 武漢肺炎國電行則20例確診,總確診數拉高到215例,連內機場防線,不可公卸 這位呢,有8位,我們在機場,在南傑島的 那有9位,是本來列在我們的居家前衣 因為案例中最怕的就是群體感染,像是案例197,不要賣禮 2,兩個人是一對夫妻,3月8號到18號非美國探親,沒想到在19號發病,24號確診 2,我另外還要來看到的就是這個5歲的小女孩 5歲的小女孩3月11號跟媽媽到富爾奇,員工旅遊回台確診,但她還不是最小的,23號一名4歲多的男童跟親人到荷蘭也被感染,看來病毒來勢兇兇不分年齡,端看自我防御,夠不夠謹慎,記者會留學FMG小組台幣報道 另外在今天我們知道呢,在G115G9位當中啊,我們看到他們也認識說,在之前公布的人事當中,大家有傳言說,是不是有一個航空公司的貨機的駕駛確診,在今天是奉送的,而就說,不是只有一個人確診,而且是有兩個貨機駕駛確診,那我們當然看到這些,大家就想到說,現在我們要怎麼樣保護我們台灣,我們真的不想讓我們的生活受到影響,我跟觀眾朋友講啊,明天要維持身心的健康,像我自己唯一的缺點就是,我覺得我會沒吃什麼東西,怎麼就會越來越胖,因為可能運動的時間少,還有壓力大,但是我覺得,有體力去抵抗啊,還有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,反正 大家怎麼開心,大家怎麼做,你要看韓劇就看韓劇,你要看那個什麼,那個栗子頭的那個叫什麼,那個叫離太院class,都可以,都可以,你要讓自己開心,為什麼我要跟你講,今天陳建仁副總統告訴我們說,他還要兩個月,今天也有網友問我說還要多久,我是保守一點,我覺得大概到七八月之後,再來看一看,甚至到十月都很難講,所以這如果是一個長期抗戰的時候,我們要做什麼,我們一定要團結,然後我們一定要讓自己開心,一定要開心,然後不要去攻擊,不要去做一些破壞台灣的事情,讓我們大家就可以穩得住,因為你知道現在你看看英國,剛那個英國醫生會這麼哭,我想像都想像不到,英國多麼進步啊,日不落國欸,你知道他有多少聯 搞了半天,現在變這樣子,有這麼慘嗎,那我今天就要來講一個事情,現在大家都說,境外移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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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很重要,所以講三遍,但是我們講三遍,我在這裡跟大家講,剛進來的數字,三月二三號入境2777人,三月二四號預估大概是3817人,如果每一天這樣子的話,我們每一天進來的人全部都可以來檢疫,可不可以,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能性,這是一個可能性可以思考,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,在這個裡面我要看,為什麼這樣講,因為你如果說在這個,他們都一定要回來的這個過程當中,你沒有檢疫好的話,到時候一個人不是只有一個人的問題,一個人會談話到,沒有傳染的話,你也要去大概五十個人,四 那個人又這樣子,就更恐怖,那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,就是馬接醫院,馬接醫院,我剛剛以為是假新聞,不是喔,他說馬接醫院被人家發現這個照片說,欸你怎麼穿雨衣看診啊,怎麼你沒有防護衣嗎,怎麼這麼可能啊,那後來院方說,這個是一個物資比較不穩定的時候所拍下來的,那警官署警論回應說,完全沒有問題,我們現在整個的量很足,可以背到二十天,馬接他們就說沒有問題,他們那時候是怕在運送的時候,如果有些貨還不太夠的時候,他們怕,所以就是用這樣,比較輕人的用這樣的替代,那我們來看看,這個是在哪裡,這是西班牙的衣戶,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們台灣變這樣喔,他套的還不是黃色魚,他� 為什麼,他什麼都沒有,什麼都沒有,那我今天再來告訴大家,今天大家回來,境外回來,大家都應該很成熟的來包容,可是我真的覺得,就像我們說的,你不要給臉不要臉,你不要說,你回來了,叫你居家檢疫十四天,不能夠出來,你幹嘛,我今天看到有一個女的,新北嗎,好,所以他從柬埔再回來,我不知道樓歪的,大家都在說他穿個白色的衣服,很性感,就是很,很,叫什麼,塞呆啦,我說,欸,那不是重點啦,警察就說你回去,你大概這樣出來,行,摩托出來要去全聯,大概要罰你個十萬,我不知道最後罰多少,另外一個更罰獎,另外一個是在高雄,他是從美國回來的,寂� 確診,可是你不是確診,你要在居家檢疫啊,居家檢疫,我今天就想要一個盲點,他就說,我沒有確診,我不能夠出去,我不能說,朋友不能進來啊,欸,有關他會要不要講一下,你不能出去,啊,叫朋友進來,他不是一樣,對不對,那我們今天再來告訴大家,這個封城的,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,這個東西呢,因為我們現在一定要守住一個叫做RO等於是1.7啦,那我們講好,這個RO是什麼,我們講到這次一個病例的再生數,RO就是人傳人的病例再生數,人對人的傳染,那如果你小於1的話呢,就比較OK,小一,他叫R0喔,Sorry,抱歉,難怪我一學,我們用完,那是工位系很厲害的了,R0 好,R0這個地方要這樣子面,R0的部分嘛,這個R0的部分就是人對人的傳染,小於1的話,那就是比較安全,那台灣的感染陽性率現在只有0.3嘛,並沒有爆發社區流行感染,那為什麼說1.7呢,如果說你今天一個人傳兩個人的話,你可能病例再生數,R0就會到1.7,那個時候你就必須要怎麼樣,半近10公里的地方都要來進行防護,那半近10公里的地方都大概是一個台北市的密集大小,如果你可以傳到3個人的話,你的R0就會到2,你就要採取所謂的防疫封鎖,半近15公里,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就要考慮封城了,這個是我們看到台大公衛學院今天公布的這麼一個研究,所以 我們講到手出演期,我們還要告訴你這個假新聞,真的很不應該,有一個網傳今天最新的說,台中櫃解染肺炎,到底怎麼樣,結果散佈的是一個流性設計師跟咖啡店的江姓女員工,兩個人就被警方盤送法辦,第二個就是有人說,哎呀,鳳梨台東鳳梨自銷啦,不要怎樣,陳其中就說,這假新聞,鳳梨的產期是在6月,你現在就在喊自燒,你看這道,片子照片有點熟,所以大概close up點,他這照片就是用大陸的農民啊,用大陸的,你這樣子真的不應該啦,那陳時中有說,記者說很思念張上淳,他說他也是,未來張上淳都不會離開 都沒離開啦,我說沒離開嘛沒離開,不過這樣就不夠,你愛回來,愛回來才有,真好啦,那我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,當然有人說,哎呀,這個現在岳陳時中,有人就說爆料他喜歡吃鰻魚,他喜歡吃什麼,沒有關係,但是我要跟大家講,我們現在硬碰硬的,馬上這一波來的就是武漢的包機,那武漢的包機的這個部分,今天就是有出現兩歲的小孩在那邊開始說,跟蔡英文總統又在錄影啊,就說我們要回來,我們要回來,第二批的武漢包機,361人將在明天的清晨解除隔離,但是現在呢,在武漢,他們說有149位幼童跟學生跟7個孕婦,就今天葉玉蘭 說的,葉玉蘭說的,如果說現在要包機,說真的,今天蘇先生講的非常明白,你要包機,你就是要按照我上次的模式,你一定要有醫護人員在現場,好,當然阿中哥說,如果你們真的解除了這個武漢解除的話,你就跟一般的回來的人一樣,那是不是就不一定要包機,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,我們一連串的報導,先來看看這個小朋友,他就是很急著要回台灣,我們還想要回家公書,但如果蔡總統再用我們回家,拿著護照,從弟倆同年同語,還想回家,因為這個湖沛一金塊兩個月,有家,鬼不得,知道回來,很可憐,都是呢,他們都是我們同胞,是在可以的範圍之內,跟大家討論之內 是應該要讓他們回來的喔,但是請你們回來,就算從美國回來,也不要這麼囂張啊